在公元607年,隋阳帝赏给日本一块木头,这块木头不仅被日本视为国宝,而且连天皇也不能随意动它,这块木头到底有什么来历呢?为什么会引起日本如此重视呢?早在秦汉时期,中日两国之间就已有交流,相传在始皇帝时期徐福曾东渡来到过日本。 至今,日本还保留着徐福的寺庙作为证明,真正有史料记载的此事,直到东汉时期才出现。 早在公元前202年,汉高祖刘邦建立了大汉王朝,开启了中华历史上的又一个鼎盛时期,在此后的岁月里。 汉朝的国力逐渐强大,成为了东亚地区的霸主。 与此同时,位于日本列岛上的部落也逐渐发展壮大,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部落联盟。 公元前一世纪,日本开始与汉朝进行交往。 据《后汉书》记载,汉光五帝刘秀在建立东汉后不久,日本便派出了使者前来朝拜,希望可以得到大汉王朝的庇佑。 光五帝刘秀敢于使者的诚意,便赐给他一个金印,上面刻有沃奴国。 这种友好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,在东汉末年,由于中原地区的战乱,日本暂时中断了与汉朝的交往。 直到隋朝建立,汉族人再次统一了中国,日本才又开始了对中原王朝的进贡,在唐朝时期,中日两国的交流进一步加深。 当时的日本,虽然国土狭小,资源匮乏,但在唐朝的影响下,文化、艺术、科技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升。 同时,唐朝的经济、政治制度也为日本提供了借鉴的模板。 在这个过程中,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日益频繁。 唐朝时期的中国,经济繁荣、文化灿烂,吸引了日本的大量留学生前来学习。 这些留学生不仅带回了许多唐朝的文化成果。 还为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和思想,随着历史的推移,中日两国的关系也出现了波折。 在宋朝时期,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,中日两国的贸易往来更加密切,随着明朝的建立。 明朝政府开始对日本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。 中日两国的交往受到了极大的限制。 公元607年,日本推古天皇派出了一次潜遂使团,由大臣小野妹子率领,前往随朝朝贡。 小野妹子携带了天皇写给随阳帝的国书,以及黄金、铁壶、美女等贡品。 她的目的是想要确认两国关系,获得随朝的支持和佛法的传授。 然而,当他们抵达随朝都城洛阳后,却遭到了随阳帝的冷遇。 原来,在国书的开头,日本天皇自称为日出出天子,而称随阳帝为日媒出天子。 这无疑是对随朝的藐视和挑衅,随朝自认为是天朝,是其他国家为藩属或遗敌日本天皇的这方话。 无异于把自己和随阳帝平起平坐,甚至暗示自己比随阳帝更高贵。 随阳帝文言大怒,比随阳帝更高贵。 当场拒绝接见小野妹子,并下令不许再传递这种无理的国书,小野妹子惊慌失措。 连忙解释说,是因为日本没有擅长写文章的人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,并请求随阳帝宽恕。 日本天皇也赶紧写信道歉,并改称随阳帝为大秦王。 经过一番劝说和缓和,随阳帝才勉强同意见了小野妹子一面,并举行了宴会。 在宴会上,小野妹子故意用海西菩萨皇帝来恭为随阳帝的佛教信仰,以期缓解气氛。 随阳帝听后很高兴,但心中仍然对日本不满,他决定在送给日本使团的赏赐中表达自己的不懈和讽刺。 按照惯例,每次外国使团回国使,都会得到皇帝的赏赐,一是友好和尊重。 这些赏赐通常是金银珠宝、丝绸之物、珍奇器物等贵重物品。 但是这一次,随阳帝却只送给了日本使团一块木头,这块木头看似普通,实际上却是陈香木。 陈香木是一种珍贵的香料,是由某些树木受到真菌或昆虫的侵害后产生的一种树枝。 陈香木有多种品级,由高到低分为陈水香、蘸香和黄熟香。 陈水香是最高级的,可以在水中沉没,散发出浓郁的香气,蘸香是中等的,可以在水中半沉半浮,香气较淡,黄熟香是最低级的。 不能在水中沉没,只有在燃烧时,才能释放出一点香气。 随阳帝赏赐给日本的陈香木,就是黄熟香,这是一种很不值钱的陈香木。 陈香木作为赏赐给日本,算是对于那篇国书的回应,意在提醒日本,要陈的,住的住气,不要妄自尊大,否则就像这个最低级的黄熟香一样,一碰就碎,没有任何价值。 然而出乎随阳帝的意料,这块陈香木送到日本后,却引起了日本天皇和民众的极大兴趣和敬仰。 原来,在日本从未见过能散发出香气的木头,更不知道有陈水香。 战香之分。 他们只觉得,这块木头非常神奇和珍贵,甚至认为,它是神武天皇夏凡时所带来的神物。 日本天皇亲自将这块陈香木,据说以为闲暇时对待的东西的蓝蛇带,并且下令将蓝蛇带存放在东大寺,并沿进任何人动它或用它。 每当国家有重大事件时,天皇都会亲自在蓝蛇带前行礼,以表达对隋朝恩惠的感谢。 蓝蛇带被带回日本后就一直被日本皇室珍藏,为圣武太上皇最心爱的宝物之一。 在圣武太上皇病逝后,光明太后为悼念丈夫,在东大寺一决建造了一个小院。 专门用来存放圣武太上皇留下来的遗物,蓝蛇带就是其中之一。 蓝蛇带被视为国宝和神物,在日本历史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 除了日本天皇,只有三个人曾经从蓝蛇带身上摘下了一小块。 他们分别是足利益政、知田信长和明治天皇。 足利益政是士庭幕府的第八代将军。 知田信长是战国时期的统一者,明治天皇是明治维新的领导者。 他们都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人物,也都是蓝蛇带的拥有者。 足利益政是第一个从蓝蛇带身上摘下一小块的人。 他是在公元1469年,为了祈求战争的胜利,从蓝蛇带身上切下了一小块, 制成了一枚戒指,佩戴在自己的手指上。 他认为这样可以得到蓝蛇带的神力和保佑,但是他的计划并没有成功。 他的幕府在不久后就被知田信长所推翻。 知田信长是第二个从蓝蛇带身上摘下一小块的人。 他是在公元1582年,为了庆祝自己的战功, 从蓝蛇带身上切下了一小块,制成了一枚佩饰,挂在自己的腰间。 他认为这样可以显示自己的威风和地位,但是他的命运也没有好转。 他在同年被自己的部下明智光秀所暗杀。 明智天皇是第三个,也是最后一个从蓝蛇带身上摘下一小块的人。 他是在公元1868年,为了标志自己的心正,从蓝蛇带身上切下了一小块,制成了一枚徽章,赠给了自己的首相大九宝利通。 他认为这样可以象征自己的改革和进步,但是他的决定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。 他的首相大九宝利通在1878年被暗杀,隋朝和日本对于陈湘墓的态度和用途有着很大的差异。 隋朝视陈湘墓为一种奢侈品和消遣品。 而日本则视陈湘墓为一种神圣品和礼仪品,二十年后,推古天皇去世,生前没有定下继承人。 日本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展开血腥厮杀,直到圣武天皇退位为太上皇,将密藏宫中的陈湘墓取出。 当作个人收藏保存,圣武太上皇去世后,妻子光明皇太后为纪念自己的丈夫,将他生前最喜爱的这块陈湘墓赠予东大寺。 从此,蓝蛇带就被保存在东大寺中,当作神物接受历代天皇供奉与参拜。 蓝蛇带被东大寺收藏后,民间关于他的种种传说仍然不断,有说他是神武天皇降临人间时带来的一块神木。 也有人说,这块神木的命运与国家前途紧紧绑在了一起,如果轻易搬动,必将惹来天前。 传说愈传愈广,蓝蛇带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,进入战国时代,许多称霸一方的将军不信传言,带着兵马打到东大寺,企图一睹他的尊荣,誓挺幕府统治时代。 大将军足立一教,有一次到东大寺拜佛,见到了存放在寺庙征仓苍院的蓝蛇带。 尽管在当时的隋阳帝与中国人眼里,蓝蛇带远远算不上好香,将它送给日本,也只是为了提醒日本人不要触犯天洁威严,然而1500年后。 蓝蛇带对日本来说,已经不仅仅是一块传国玉玺,也是日本民族精神深处的心灵寄托,某种程度上,这块沉香木, 反而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无声见证者。